大家好,我是菲儿姐 今天咱们来学习这款泡芙画样口罩的编织方法 首先呢,我用到的是咱们这个双头勾针4.0这一头 然后线呢,是这个中速线啊 只要和勾针能配上型号的这个线都可以 不管你用什么线都行 首先我们先来打一个活结 好,接下来我们要立辫子针 勾针绕线,勾过线圈 勾针绕线,勾过线圈 我们就这样勾38针啊 勾38个辫子针 38个辫子针勾好以后 我们捏入这第38针 再往前勾一个起立针 然后我们回到这第38针 我们勾短针 从这个单辫子入针啊 我们来勾一个短针 好,这就是我们第一行的第一针 一个短针,做上记号扣 接下来这一行我们都是挑这个半边的辫子啊 挑这个单侧的辫子 我们来勾短针 每一个半边的辫子对应着一个短针 我们一直给它勾到另一侧 我们38个短针啊 勾好以后 咱们第一行勾完以后 你看线头在我们右手边啊 这一面呢我们把它看作是正面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二行 先勾一个起立针 翻转之物 我们在这个第一针的外侧啊 挑外侧的半边 勾一个短针 好,第一个短针勾好以后 记号扣 继续给它扣上 接下来 第二个短针 第三个短针 第四个短针 第五个短针 好,五个短针勾好以后 我们继续 勾针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 插入 勾过来一针 我们来勾中长针啊 勾针绕线 一次性通过这三个线圈 这就是一个中长针 继续 勾针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 都是挑这半边的辫子针啊 勾过来一针 勾针绕线 一次性通过这三针 第二针 勾针绕线 从挑半边 勾过来一个中长针 第三个中长针 继续 第四个中长针 好,这一行呢 我们勾了五个短针 四个中长针 接下来呢 我们要勾泡芙针啊 看一下泡芙针的勾法 我们先勾针绕线 勾针绕线 我们空一针不勾 在下一个针目里 我们勾一个长针 先通过头两针 再通过后两针 这是长针的勾法啊 这一个长针勾完以后呢 我们勾一个锁针 接下来 我们勾针绕线 我们要在这个长针的身上 来勾这个泡芙啊 你看勾针绕线 从这个大洞里穿过 勾过来一针 一次 勾针绕线 从大洞里穿过 勾过来一针 两次 勾针绕线 从这大洞里穿过 勾过来一针 三次 好 这就是三次啊 勾完三次以后 我们勾针绕线 空一针不勾 在下一个针目里 入针 勾过了一针 然后勾针绕线 先通过头两针 然后勾针绕线 勾过我们后边 所有的针数啊 所有的针目 好 勾完以后呢 我们勾一个锁针 这就是一组花完成了啊 我们再重复一遍 我们勾针绕线 在这个长针的身上 进行 进行来缠绕啊 勾针绕线 咱们从这个 大洞里穿过 在这个长针的身上 勾过了一针 绕线 再勾过了一针 绕线 再勾过了一针 我们就这样缠绕了三次啊 三次之后 我们勾针绕线 空一针不勾 在下一个针目里入针 勾过了一针 然后勾过头两针 然后再绕线 勾过后面所有的针目 好 勾完以后一个锁针 又完成了一组 接下来就重复 这两组花的勾法啊 重复这个 泡芙针的勾法 咱们勾出了十个 这样的小泡芙啊 我们看一下啊 泡芙花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 我已经勾了九个泡芙花啊 咱们看第十个泡芙花 和下一针的连接方法 第九个泡芙花 花过完以后继续勾针绕线 咱们还是从这里 这样勾过来三次 勾过来三次之后呢 咱们就不用再往前去 勾前面的针了啊 因为这已经是第十个了 所以就勾针绕线 直接勾过这几针 好 然后勾过这几针之后 勾过一个锁针 这样的第十针就完成了 接下来勾针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 我们开始勾中长针啊 先勾四个中长针 一 这是左右两边都是一样的啊 右边四个 左边也是四个中长针 三针 四针 四个中长针勾好以后 我们继续勾短针 一 二 三 四 最后一针 第五针 好 五个 我们第二行 最后一个短针勾好以后 勾一个吉利针 接下来翻转直五 第三行啊 我们第三行就全是短针啊 全都是短针 我们短针呢 我们在头九针 还是挑外半边的 半边的 辫子来勾短针啊 挑外半边的辫子来勾短针 数一下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还有一针 九 九个短针勾好以后啊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短针的位置 在这里 你看在这个大动力啊 在这儿 在这儿 在这个动力啊 不是在前面这个动力 是在这个动力 看 这个入针位置 从这里入针勾过来 一针 还在这个动力啊 再继续入针勾过来一针 也就是这一个动力呢 我们勾住了两个短针啊 下一个针目 你看就在 你看 在这个动和这个动力 是在前面这个动力啊 在这个动力 我们来勾两个短针 好 重复 把这个位置勾完啊 每个动力是两针 然后到头这个位置呢 是九个 九个短针 是挑单辫子勾啊 这个位置呢 都就是都挑这双辫子勾 看一下啊 第三行勾到这头的时候 勾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啊 还是有两个短针啊 最后一针 这个泡腹针 这个里面的时候 还是有两个短针 然后接下来你看 我们这就是挑单辫子了啊 这泡腹针这个 这个位置勾完以后 我们下边的 这就是挑单辫子 来勾短针 我们的勾到头呢 是正好是九个短针啊 好 勾完以后 还是立一个辫子针 翻转之物 然后咱们勾第四行 接下来啊 咱们就说一下就可以了 咱们第二行 第二行和第三行啊 重复这两行的勾法 也就是呢 二四六八行的勾法 是一样的 三六九行的勾法 是一样的啊 所以咱们就重复 这两行的勾法 自己往下勾就可以了啊 咱们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泡腹花 我一共勾了五行 这是第二行 二四六八十 勾完十行 我们这一行这个 短针勾过来啊 就是第十一行勾过来 我们这个就开始 勾这个口罩了啊 口罩绳 口罩绳呢 我们勾二十到二十五针啊 根据孩子脸的大小 二十针呢 就是十三厘米 二十五针呢 就是十六厘米啊 咱们勾 我这是勾二十五针啊 二三四 好看一下啊 我们这二十五针勾完 我们从这个位置 从这里的第一针入针啊 入针 我们来勾短针 我们就是从 你看这 从这片勾完了 我们就到这一头 然后勾一个短针 然后把这个线头 隐藏在这里面啊 接下来咱们每一个 这个针洞里对应着 勾一个短针 然后一直勾到这一头 看一下啊 我们这一行短针勾过来之后 我们最后一个短针勾完 我们就开始勾一针 我们就开始勾辫子针啊 同样的这边也勾出了二十五个 辫子针 看一下啊 这二十五针勾以后 我们就来到这口罩的这一头啊 还是咱们从第一针开始 我们这次就是 就挑这个双辫子了啊 挑这个双辫子 我们来勾第一个短针 好 接下来我们每个针目里 对应着勾上一个短针 我们还是从这一侧 勾到这一侧 勾到这个口罩上这个位置 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口罩 你看还剩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给它断线 线头拉出来 然后穿上缝合针 往前一针 然后再从这个原先 出针的位置 缝到反面去 这样一个无缝的间接 咱们就完成了 接下来 把多余的线头 在反面任何一个地方 隐藏一下就可以了啊